这就是隔离我的一二三第三天 我也非常高兴看一看你们的问题 和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交换意见 这个很重要 所以谢谢大家 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今天想回答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出去 所以我不知道在路上怎么样 但听说现在在中国 从这个个人的生活 在这个防控疫情的情况之下 这个角度来讲 现在人们比较自由 可以旅游 可以去外面吃饭 跟朋友 跟教理人见面 所以这个是好消息 从我个人的体验而言 可以说中国的控制 这个新冠疫情 就是非常严格 到基层以后 各个措施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已经两次做了这个测试 还要等两个星期 以后再要 还要做 那个新冠疫情的测试 所以非常严格 应该说隔离 不算收集 因为工作很多 我的同事 给我了那么多东西 要看各种各样的文章 和非常有意思的信息 关于我们在中国的工作 和方便关系 很重要 但是说实在的 我还没有时间 把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看完 除了我们经常开会 我这边有 有电脑 经常跟伦敦 跟这里的同事 开会 你看这里有非常漂亮的照片 这就是伦敦 喜欢吃时间比较忙